Less Go Less Go 我們現在駕車去Nossberry Farm 是一個主題公園 大家如果有看我Facebook的朋友 就應該知道是一個我上次去不成的地方 為什麼呢?是因為這一個人 他上次睡到不知醒 搞得我沒得去 一會兒熱鬧 待會我會玩多些過山車給大家看 但現在我們要先吃飯 希望待會玩過山車的時候不會嘔吐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就是菠菜蛋雞胸肉三文治 很好吃的 有益健康 吃飽飯就有氣有力開始造反了 除了無奈還次無奈 Yay到達目的地 大家可以看到過山車馬上都出水 我那人腳汗 做什麼呢? 誰在那邊搏出鏡子 落點之前吸引在手 可以免費入場 由於我老公是退役軍人的緣故 所以我們今天是免費入場 Yay 入場 焦點當然要放在過山車上 一說過山車 我下面又出水了 腳底啊 都說 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這是Sluppy的主題公園 嘩! 有樓 馬車啊 不要看這些 這些小的東西不適合我 除了Sluppy之外 這裡也是美國史上的第一個主題樂園 Dee 老公點救我 去錯了兒童王國先 左邊生個小朋友 有很像縮小的大人 其實我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經過了人結地靈的兒童王國之後 說好像海洋公園 我們就來到大人王國了 一到一步就要幫自己開光 立刻做好結的壇 發生indruck我 告訴我剛剛整層呢 我的頭髮都是拋來拋去 然後我口水全部全都被灼在我的頭髮 現在我的頭髮很臭 但真的沒辦法 忍不住不笑 見到海盜船馬上想起有新玩法 我現在就要學回運夜的周星馳一樣 要challenge過山車了 但我不會做任何表情 看我不會challenge成功 我認識你 我認識你 吊辣米 最後都是輸了 看一看是不可能忍著不笑的人 沒辦法拉人家是大小姑婆 這個過山車的速度真的比音速快 剛才這個真的超好玩 因為它是超級速 所有東西在30秒內就完成了 所以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但離心力超強 即是極度推介 然後就有這個坐在兩隻腳 吊吊吊的過山車 我們一見到就當然要馬上去挑戰 未玩的田肯當然是牙刷刷 真是失禮死人 大庭廣眾流口水 大庭廣眾流口水 因為他說有些吊吊在我的衣服 但他變得很汁 她是嘗試把她吊吊在我 不正確 不正確 不,我只是想跟他吊吊 他吊在我背後 現在我們等這個 叫做Funnel Cake 阿B 阿B 可以解釋一下 Funnel Cake 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就是傳說中的Funnel Cake 這就是傳說中的Funnel Cake 阿B說這就是主題公園限定的 外面也不是經常有的 其實它就是炸了的冬粒 上面就寸了一些糖霜 然後我們選了一個冬粒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選果醬 或者士多啤梨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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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 而且味道吃起來就有點像天虎肉 表面要吃細虎 今天這張桌子是穿焦的 然後就掉殺到我的褲子裡 夠一刻 吃飽之後 我們就繼續上路了 但一看到這個跳樓機 我就知道糟糕 大領老了 我老公現在叫我和他一起玩跳樓機 我的人生平最真是玩跳樓機 真的太恐怖了 因為我真的很不想玩 你肯定不想玩嗎 好 好 好 你肯定推開我 好了 我們又和好如初拖手了 這個真的很恐怖 本來我很想拍給大家看玩的時候是怎樣的 但無來被人看到我拿著Gopro在手 就被人抹收了 他的恐怖之處就是在於他會突然出發 然後極速垂直90度上到最頂 然後在未知上到最頂尾的時候 由90度地衝回來 真是心弱小一點都心臟病發 現在我和阿B一起在觀察車上 看這個日幕 這個是我和阿B不知道幾個日落 所以很開心 有興趣看日落 來個黃昏點唱機 音樂 臨走之前被我們發現這個叫Riptide 中文即是激流的機動遊戲 它真的像水中激流一樣暖狗一樣拼著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全日的過山車中 最好玩和最害怕的一個 我真的叫了救命出來 今天來這裡玩很開心 謝謝阿B 謝謝你帶我來這裡 我的聲音 謝謝大家花時間收看我這個無聊過山車的紀錄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